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这里 我们现在目前在的地方就是秦碧 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秦碧这个地方也是被列为 那个马祖列岛最具代表性之一喔 上面那边很美耶 我们等一下上去看看好不好 听说这边很多网美拍照的地方都超级好看 走 以及请不吝点赞 一定是用 llama 這不是淺姐嗎 妳哪位 妳好 我是芸汐 哈囉 芸汐 5 6 7 8 5 2 3 4 5 6 7 8 2 2 3 4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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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五 1 2 3 4 5 6 7 8 怎麼剛好這裡有一個人呢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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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官好 芸汐好 你好 你好 怎麼剛沒有跟我們一起跳 我比較害羞一點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來一次 好 我可以回答開始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換邊 3 4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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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長官會嘛 它可以 絕對可以 邪教信肯定好 啊長官你怎麼會跳 報名信因為 山正五非常非常的紅 沒有聽過也有看過 真的喔 那就您比較起來 這一個月以來的接觸 你覺得跟在台灣本島的 整個在軍裡的生活 有很大的不同嗎 錢姐當然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到外離島 剛好又碰到我們年度的演習 各個的據點 坑道 這是外離島 它自己原本具有的特色 這些是在台灣文平常會看不到的 是 那當然我們如果是作為一個 旅客旅遊的角度的話 我們來媽祖 我們可能就是來這邊 琴璧這些比較適合拍照 然後有山 然後有古蹟 又有海 對 這些feel 然後我們可以來這邊做參觀 但是其實有一身迷彩的人 默默的在保護著大家 迷彩的各位 有啦 我們剛來的路上 有看到一些迷彩的人 可能在維護一些 可能古蹟啊 或是什麼什麼的 但路上其實都會看到 而且這邊其實風景很美耶 對 我剛在樓下 走到哪裡都可以拍照耶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我們有一些據點跟坑道是分為 有對外開放跟不能對外開放的 那這次特別邀請到錢姐跟芸汐 來到我們的馬祖北竿 就會進到一些我們平常民眾 不會進去的坑道據點去做參觀 太棒了 哇塞 好期待喔 對 太幸運了 可以讓錢姐跟芸汐兩位來體會一下 住守在馬祖北竿這邊的軍人 他平常比較辛苦的地方的點是在哪 我們北高守備大隊最主要的任務就是 負責地區的守備防禦的安全 擔任本島一線的勤艦真工作 台海局勢那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相對的在外島部分 我們的勤艦真工作也比較教育觀眾 除了這些防護工作以外 還有一些在地方上的災害防救 以及地方上的一些協力工作 這是最主要我們北高守備大隊的任務 欸 奇怪 怎麼那麼多戰車啊 剛剛我們不是說要去那個什麼什麼 坑洞嗎 坑洞 坑 坑洞 那為什麼會來到這兒 都是假車 裝甲車 不是戰車嗎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要請專家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專家是不是 對 哪哪都有專家 沒錯 來到北竿這個地方 沒有專家是絕對不行的 那我們歡迎專家 長官好 長官好 連長好是不是 連長 我是 北高守備大隊 機械外步兵連連長 少校曾子健 兩位所在的地方的話 是我們的北高肌部連 我們北高肌部連的話 平時是實施平常的戰備任務 那戰時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區分所謂的 戰力保存階段 跟相關的作戰階段的部分 戰力保存階段的話 我們就會將假車移到我們的 坑道裡面去 實施戰力保存 避免敵人的第一級 造成我們的戰力損壞 然後同時在敵人的第一級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出坑道 實施相關的應急戰備的任務 那個長官不好意思 你剛剛那個講的那一大段話 太專業什麼戰時啊 然後什麼開假車 然後進什麼什麼哪裡 那個都太專業了 你剛剛背的那一段是不是背很久 有一段時間 你不能欺負長官 長官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平常是比較嚴肅 因為他們要保家衛國 對相對是比較嚴肅一點 前傑你們來之前的話 我們才剛 早上才剛執行完 我們所謂的戰備任務訓練 可是我們才剛出去 然後在那個澳口的部分 完成演練之後 然後才回來這樣子 所以平常這些假車就是 就是停 停置在這個位置上面嗎 對 我們會停在我們的那個 集用廠跟我們的那個 甲堡部分 這個叫甲堡 對 就是我們的那個車堡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嗎 可以參觀 參觀 可以參觀 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我去過金門 然後也去過軍區裡面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長官跟我們講說 他們有一些禁忌 那個砲台 所以說女生不可以誇過 不可以碰 不可以坐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們棒球 有些也有禁忌 比如說投手丟球 那個女生不能摸到他的手套 在北高基本也沒有這個禁忌 像我們掌武林機槍 假設室的部分也有女生 那他的射擊能力 也不見得比男生還好長 那我們可以那個 假設部分的話 我們請我們連上的士官 然後再跟兩位做個解說報告一下 我們又多了一個人可以看了 對 今天好幸福喔 我們長官來了 請問長官怎麼稱呼啊 主持人好 芸汐 賢婕好 我是北高守備大隊 基於卸化部分連上市班長 林甲家 海家 海家哥 你不要 他已經很緊張了 不要再弄他了 就是太緊張 想說讓他放鬆一下 甲家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甲車好不好 主持人好 就是我們連上甲車 大致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我身後的 為人員裝甲運輸車 提供機部排人員 自第一線坐在那 提供優秀的裝甲防護力 及機動力 我們的甲車最快的速度 可以開到多少 日間的話是32至64公里 那夜間的話就是會考驗到 安全及車輛的距離 還是會放慢支32公里左右 其實60幾也算有一點速度了 是 我現在一直很好奇 有三支旗子 還有那個鍋子是什麼意思 依我們的行駛前做律定 可能紅旗代表是 有狀況 黃旗可能是正常 御旗可能是 衝心正常 山車旗它除了可以做一些 簡單視野外 它也可以做我們的旗與手勢的 溝通 因為實際上在作戰的過程當中 可能第一個吵雜 第二個可能沒有辦法通訊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靠騎 可以靠手騎做溝通 而且你們沒有那個 無線電 有 那我們每台車莊都是會配備 我們的車莊通信 我想問 你們在裡面 有沒有冷氣啊 到沒有 沒有 大概裡面溫度可能會到達多少 你們有算過嗎 38度左右 38度 38 它這麼厚還是其實滿熱的對不對 是 還會有輪值戰備 會做戰備徵詢 載領我們的戰備班人員 至各點 跑礦 暫時的話 那甲車就會 依據車隊 自戰地保存 坑道自戰地反復 坑道喔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去坑道 這是來的目的 我就是要去坑道 我們要怎麼去呢 那當然是坐我們的 中腳運輸車囉 我們終於要坐好 當製作的人還好一直說 為什麼要保密 也會做嗎 不知道耶 原來在這一派 郭婷姐長哥 我們剛剛不是要上車了 剛剛那一段在幹嘛 那是我們人員在做 那是用於我們人員在做 機動任務前 對各兵下達職務任務的賦予 職務是不是 那請賢姐賦予我一個職務來 你等一下的植物就負責觀賞 然後幫他們加油 就是把你平常的鑽掌拿出來 好的 向左 就 爬步 走 啊 長官 嗨 兩位主持人好 怎麼在這 你剛剛跑來的 來 沒錯 請問剛才的試乘體驗 覺得怎麼樣 覺得好特別 這邊很像是 有一種計程車的概念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剛進這個 村道的時候 我剛跟淺姐說 好像在做那個 遊樂設施的感覺 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特別有瞄了一下 我們進來的那個門叫 勝利門 然後出來這個叫中心門 對 我真的覺得 除了很帥氣以外 我覺得我們那個駕駛 那個真的要某種程度 做一個技術 因為其實在彎道裡面 又在視線 並沒有那麼良好的情況之下 然後那個要拿捏跟抓的 那個角度要非常好 對 我們的駕駛 都是一個經驗的考驗 兩位主持人知道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哪邊嗎 中心門 對 中心門 現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是 位於北竿 畢山 三角下最大的坑道 對 那我們徐正義中心坑道 又稱華夏坑道 與民國六十三年竣工 戰時的時候 供軍方 在坑道裡面 存放戰備物資 及車輛戰力保存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功用也是 提供民眾做避難使用 所以備戰的時候 你們都要住在裡面嗎 對 沒有錯 他們有什麼洗澡 都已經戰亂了 妳怎麼可以洗澡 妳還有 妳還有空 錯錯的呀 我跟你講那種大地兒女 那個時候要保家為國 沒辦法再洗澡 就只能忍耐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沒有在坑道裡面嗎 請問前姐墨鏡要戴到什麼時候 欸 我跟你講 我這次比較有連啦 你知道我是一定要連的 他不聯繫是不是 製作人叫妳去弄它 妳弄我幹嘛 不是啊 我想說這麼暗的地方耶 那妳還要 這樣妳有看得到嗎 我可以 因為這個光打得很好 長官 我想問一下 現在目前這些坑道 是對外是沒有開放的 是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是真的是 還滿感恩國 沒有做運動 所以這個比較寬的通道 是給甲車通道的 然後你們會再額外的 在另外一個小通道 四坑道 四坑道 紮營 紮營睡覺 坐得很好 坐得很好 現在跟我來 我帶你們去參觀 電外的坑道 沒錯 還有別的坑道 沒錯 跟我來 那你又是要不要拔啊 顛覆我們以為那個叫戰車 其實那個叫裝甲車 一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很震撼 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會 這麼近距離的接觸他 甚至我們有上那個裝甲車裡面 當我一坐進去裡面的時候 因為我跟淺姐我們兩個都 探出那個頭去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 哇塞 很不一樣的感受 mit mor 水 營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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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